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世界变化很大 未来很难预料 而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 传到书第三章 我们看到 真的这个世界有好多好多的变化 包括人从出生到死亡 很多的时候 变化很大 经文怎么说? 经文三章第一节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这些在我们的身边 栽种有时 拔猪所栽种的有时 花开花谢 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 哭有时 笑是 哀痛有时 跳舞有时 真的 我们的情绪也是 有许多许多的起伏和变化 如果是这样 那第九节 这样看来做是人在他的劳碌上 有什么益处呢?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的读书 这么辛苦的做我们这些该做的事情呢? 经文给我们一个盼望 十一节 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神让我们看到人不是只有短暂的今天 而拥有永恒的生命 神把永生放在我们心里头 让我们寻找神 很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 我们可以吃喝 在劳碌中享福 这是神的恩赐 我们要看见神乐意赐恩 赐平安 赐喜乐 给我们 并且十四节 我知道 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 无所增减 神这样行 是要人在他面前存 敬畏的心 我们要认识上帝有绝对的主权 来做一切的事 而上帝的主权 是要怜悯我们 是要恩待我们 让我们起来敬畏神 何等的奇妙 这一章的要解提到 神造万物 各按其事成为美好 是的 每一件事情在上帝里头是美好的 在上帝的时间是美好的 并且上帝将永生安置在你我的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我们能够明白的很有限 但是我们要敬畏神 知道神乐意赏赐 我们有绝对的主权 这是我们对神的信靠 我们来祷告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身主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 但是我们相信神的爱不改变 神给我们的永恒 我们的生命不改变 让我们认识神 走在这平安的路上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